路线图,部署计划,阶段一,设计,分发,信任图引导程序,拍服务器就像一个水龙头,模拟分散系统的行为,因为它一旦上线就会运行,在此阶段,与主网的稳定阶段相比,用户体验和行为的改进是可能的,并且相对容易,一旦启动,所有向用户铸造的硬币都将嵌移到实时网络,换句话说,LiveNet将在其创始区块中预先铸造在地, 一,阶段产生的所有账户持有人余额,并像当前系统一样继续运行,但完全取中心化,拍再次阶段未在交易所上市,不可能用任何其他货币购买拍,阶段二,测试网,在我们启动主网之前,Node软件将部署在测试网上,测试网将使用于主网完全相同的信任图,但使用的是测试拍币,拍核心团队将在测试网上托管多个节点,但会鼓励更多先锋在测试网上启动自己的节点, 事实上,为了让任何节点加入主网,建议他们从测试网上开始,测试网将在第一阶段,与拍模拟器并行运行,并定期例如每天比较两个系统的结果,以发现测试网的差距和缺失,这将允许拍开发人员提出和实施修复,在两个系统彻底并发运行后,测试网将达到其结果与模拟器一致匹派的状态,那是当社区赶到准备就绪时,第三阶段,主网,当社区认为该软件已准备好投入生产, 是网上经过全面测试时,将启动拍网络的官方主网,一个重要的细节是,在向主网过渡的过程中,只有经过验证的属于不同真实个人的账户,才会受到尊重,在此之后,阶段一的水龙头和拍网络模拟器将关闭,系统将永远独立运行,未来对协议的更新,将由拍开发者社区和拍的核心团队贡献,并由委员会提出,他们的实施和部署将取决于节点更新挖掘软件,就像任何其他区块链一样, 没有中央机构控制货币,他将完全去中心化,没有通过KYC的用户的余额将被丢弃,好了,这就是全部拍币的白皮书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订阅与关注,我将持续更新区块链的信息。